外交部在深夜回的一張梗圖 可是剛剛他講的是內文 梗圖本身就已經非常的奇怪 非常不像我們的公家單位 甚至是外交部這麼一個 每一個字句都要非常講究的單位 歷史哥你要先讓我們補充圖卡是嗎 好 這個交給小弟來幫大家負責一下 來 大家看一下 手機的梗圖 全屬空穴來風 嚴厲譴責許巧新立委的 惡意謊言與評論 等一下 旁邊那個是生氣的 他講這個 你這個已經是很嚴重的指控了 幹什麼是他還氣到 還要放假報親機 一個不過他兩個 我告訴你 全場幾個你知道嗎 四個 一二三四 然後內文裡面還有一個 所以 真的氣 在這邊還有一個 我沒有看過一個公家單位 PO文是氣到這種程度 而且我再講一個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吳釗燮他的脾氣有多壞 他以前在政大國關中心做副主任的時候 跟那個 國關中心的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教授 叫做歐陽欣宜 這個打架 叫做吳釗燮毆打歐陽欣宜事件 如果老一點的政大人都知道這件事 打架 在國關中心打起來 因為他們出勤的事情 然後呢他 據歐陽欣宜個人的回溯 後來鬧到法院上 打他的頭 再打他的胸 再把他推倒 撞到下面 然後歐陽欣宜因為頭撞到嘛 據說好像還有輕微腦震盪 然後後來告到法院去 第一審吳釗燮被判拘役30天 後來呢再上訴之後呢 才被判無罪 然後還有民事纏售很多年喔 然後這件事情在外交 就是學者外交圈裡面很有名 有一次我的 是這個什麼 我的觀眾空語口他是政大的出身 他跟我講這事我驚嚇到不行 然後後來我去找 他也蠻厲害 他把很多新聞都嚇掉 只是說我要講一個事情是 這個 吳釗燮的脾氣之壞喔 是出了名的壞 在政大呢 他不是單純的動口不動手 他是會動手喔 這個不只是動口 所以呢 他在這個立法院為什麼會那麼生氣 因為他沒辦法動手啊 可以啊 他想打我可以啊 但是 但是我覺得他主要 因為我昨天深夜的時候看到這個 我也嚇一跳 然後我也覺得好離譜喔 就是說你怎麼會去攻擊一個 特定的立法委員 然後 他其實也沒有說什麼內容 他就是說就是 徐曉靜太可惡了 都全部是造謠 那可能就是因為昨天 我後來有受訪的時候 我有說 如果吳釗燮 他不願意講出是誰 踹了中華民國一角的立法委員 那你就是包庇通肥者 那你就是 那我很擔心你 國安會秘書長是第一個賣 他可能對我的說法又很不爽 然後又看到我談烏克蘭的這個事情 然後呢 他就發了這一篇 那我要先跟大家話說從頭 他們告訴我們說 他們對於外交部對於烏克蘭的合作方式 都是公開透明的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公開透明在哪裡 當時簽訂這份合約的時候 公開的網路上不是沒有談 但是他怎麼寫的呢 他只寫到說 感謝捷克政府讓備忘錄成真 台灣為此計畫提供優質的醫療產品 展現國家對烏克蘭的持續人道關懷 然後也期待能夠有圓滿的成果 就這樣 我昨天臉書上所提到的 所有東西都沒有 因為他是一份秘件 我今天就要拿給大家看 好啊 那呢 好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 我昨天沒有想要在深夜跟他開展的 是因為他先這樣子去講 那我覺得既然 我本來是想要保密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我話點到為止就好 結果你用欺騙的方式 那不好意思 那我就必須要拿出證據 維護我自己個人的名譽 這是一份 好大家可以開始看 有些地方我會遮掉 那是因為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我也有替國家保密的義務 但你可以看到 他是秘件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裡面 什麼時候才解密 122年12月31號才解密的東西 如果你認為來兩相比較 合作方式公開透明 VS122年12月31號解密 才能解密 公開透明在哪裡 按不說公開透明 那現在行 今天今天早上行政院 他所回覆的內容 跟我臉書講的內容 其實是一致的 那既然你都講了 要不要解密這份公文 要不要立刻解密這份公文 放上網路讓全民可以看看 好然後呢 他裡面就是寫到說 我國跟捷克共和國簽署 我國跟捷克共和國簽署 有關建立烏克蘭重建初級醫療 照能照護計畫夥伴關係的相關文件 好 那簽署的人呢 他看起來是官方跟官方之間的簽署 就有我國的代表 跟捷克的代表 簽署的時間是在2023年的12月1號 請大家先記好這個時間 因為非常的重要 去年年底 好然後呢 後面我就翻幾頁 他們要幹嘛呢 他們當然就是要說要幫助烏克蘭 那幫助烏克蘭呢 大家再看一次公開透明 公開透明 請問剛剛那份所謂的新聞稿 有提多少錢嗎 沒有 裡面寫了 整體計畫歷史36個月 然後呢 預計經費美金1000萬元 30億台幣吧 我數學比較不好 大家幫我算一下 1000萬美元的計畫 好 3億 3億台幣 對不起我數學太爛 請原諒我 我看疑惑一下 我數學太爛 所以我又說要搭不好算一下 完了完了 余北辰又要上線 1000萬元美金 然後呢 考量 基於專業考量喔 指定捷克衛生生技院 CHTI執行本案計畫 捷克衛生科技院 對大家也記得這件事情喔 因為 我們剛剛給大家看嘛 我們兩邊政府簽約對不對 我們就會以為說 好啦 那我們簽完約之後 捷克政府就會幫我們把這些錢 援助給烏克蘭對不對 對 不是的 是給這個 所謂的捷克衛生科技院 來執行本案的計畫 是 好 然後再來呢 敏感的都把它遮掉了嘛 對不對 其實是不敏感的把它遮掉 因為我怕等一下你被上銬代 在本節目當中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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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 提到了 好 捷克衛生研究院是指定單位 幾副項目跟服務裡面寫到了 因為要1000萬美金嘛 然後我們要 預算下格的30%至40% 以及300萬美元到400萬美元 將用於像素上台灣製造商採購產品 我請問到時候的採購產品 是公開招標嗎 還是限制性招標呢 都沒有提到喔 對 這麼大的一筆金額 難道最後就變成是 綠油油就可以吃得到 其他的人就忘成莫及嗎 因為這一些後續要怎麼監督 不要忘記了 它是一個密件 沒有人能夠知道的 所以 你在1000萬美金裡面 你把 700萬美金 給了這一家 CHTI的研究院 來執行 300到400萬的美金 要跟台灣採購一財 我支持採購一財啊 但是 你採購一財的方式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好再來 付錢它是連三年 我們要幫助 烏克蘭的戰爭要打多久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現在就已經預計 要一路弄到2026年了啦 所以我們今年明年後年都要給錢 目前已經給錢了啦 因為它簽署是2023年的12月嘛 它說 2024年開始實施 備忘錄生效後 20天就要把300萬美元匯播到指定單位賬戶 最後我要給大家看 我們以為兩邊政府簽約 應該是我們政府的錢 給捷克的政府來做運用對不對 來 錢給到哪裡去了 錢給到的是 就是這一家機構裡面 衛生科技院 對 不是給政府 那衛生科技院跟我們之間有什麼來往嗎 過去 有啊 這就是接下來要講的啊 衛生科技院的這一個 其實我不會唸哪 P-E-T-R-F-O-I-T 這個P-E-T-R-F-O-I-T呢 他在112年3月17號的時候 來台灣 他是一個捷克衣材製造商 P-E-T-R-F-O-I-T 副會長 112年3月17號來 說呢要跟我們討論 烏克蘭跟歐洲相關的合作 哦 照片在這裡 然後我們在112年的12月 就簽訂了1000萬的合約 3月來的 3月來的 12月馬上就已經公布了 12月簽約 就過了 那有沒有想到當時 美國的參議員 來了台灣說要 他比較白目啦 直接公開講說買波音買波音 結果後來豪雜千億 就真的買下去了 不就是這樣嗎 他前腳才來不到半年 1000萬美金就出去了 再來 這家CHTI 就是我們什麼捷克合作 什麼院的那個啦 你看 他的Board of Directors 抱歉這個包圍被截掉了 反正總之呢 他的董事長把Board of Directors 就是這一個PATROFOIT 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好大家看我臉書可以看得到 同一個人就是他 然後他 你們去看他的X 他的Twitter 對 他跟捷克的國會議員的政商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 我們要稱他為 是金主也不為國 那請問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所謂援助烏克蘭的方式 不就變相成為了介入了捷克的內政嗎 那過程當中所產生的這些疑點 難道外交部不用一一的回覆嗎 結果最後只說徐曉星都不專業啦 徐曉星都亂講啦 徐曉星都抹黑 我所有的資料拿在手上 一個一個給你看 抹黑在哪裡 你這份機密文件是在問吳釗燮之前就調到了嗎 這個是他本來就會給我們備查的 只是因為可能就不是每一個 因為他們每天給我們立法院東西很多 所以可能不是每一個就是都會你都會拿來開 而且因為你如果沒有去檢查 因為你看喔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要去檢查到這件事情就是 他上面寫說 就是跟這個捷克衛生研究院CHTI合作嘛 那看起來很正常啊 這個捷克衛生科技研究院好像很棒啊 那如果你沒有再去查說什麼是CHTI 然後呢他的董事長是誰 他有沒有來過台灣 你就沒有辦法把這些事情串起來 連結不起來 對對對你就沒有辦法知道說他其實是 是在捷克有非常特殊的政要關係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這看起來很合理 就是我們去幫烏克蘭 但是實際上面我把所有的故事串起來 你就會知道裡面是哪有問題的 我補充一下喔 因為這真的是 勾起我濃濃的興趣 我剛才去查 這種機構我做很多 這個因為我以前塑論去研究 就專門在研究這些有的沒有機構 你一定要去看他一個叫做Who we are 我們是誰喔 那大家一起看喔 這個他說呢他們是個Dynamic Team Composed of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就說是工業的協會 就是工業協會嘛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就是教育的機構 還有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 就是什麼 就是私人的一個部門的代表 從頭到尾沒有什麼 沒有公部門在裡面耶 這個機構寫得像公部門 它其實不是公部門耶 所以剛才查出來很有可能是什麼 這個好不好是一個私人機構在搞錢的 然後呢它所組成的 就是這個醫療協會 所以等於我們這個錢 直接進他們口袋了 然後他們到底這個口袋 到底去採購什麼不知道 但你跟這個協會合作 你的錢給進去之後 你跟他採購一定是採購他們 三到四成從台灣採購 那為什麼六成以上 當然判定不是就講吧 那為什麼六成以上 要從這個其他地方採購 當然跟他們自己採購啊 他這個協會就是由這一些相關的私人機構 跟團體還有 他就是賣衣材的啊 是啊 他們就自己自產自家 所以這個錢等於是 我們直接給他們一個私人機構 給了錢之後把錢噴到口袋裡面 至於他有沒有拿去用 我們不知道 因為這個裡面執行也沒寫啊 然後他說有嘛 就算有好了 就光是給錢給他們 然後自我採購這件事情 你就圖利他們了吧 怎麼會跟一個私人機構合作 不是跟一個公家單位合作 因為他裡面沒有任何的公家單位在裡面 我剛才去Google Map找他你知道嗎 然後找了半天 他就是一個 這個綜合的商業中心 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他就在這個大樓裡面 那我可以傾向就是非常相信台灣 我們會被詐騙了嗎 我們搞不好是被別人詐騙了嗎 我覺得他應該主要是能夠去幫我們 經營跟捷克的關係 因為就是說我先前質疑的是 我們這樣來講 我們要去援助烏克蘭 我就是希望說那好一億美金 全部都投入在烏克蘭 可是怎麼會變成是說那透過第三方國家 然後變成是經營跟其他國家的關係呢 這樣是不是有一點本末導致的感覺呢 就像說我一直強調嘛 我們在台灣善款都要專用 都要監督 都有善款專用監督的委員會 那請問我們這一億美金 那去烏克蘭也是善款啊 那到底我們該如何監督呢 外交部有沒有給我們監督的機制呢 尤其是經過第三方轉手的 是不是更需要逐項檢驗呢 所以這就是我提出的這個疑問嘛 那結果非常遺憾的是 昨天晚上深夜十點左右啦 八九點十點 然後他們就發了一個文 然後就把我批評成說 我全部都是在抹黑 那不好意思 那我就拿出真材實料給你看 本來覺得點到為止 告訴你他們運作框架就好 但是既然今天你們要這樣 那我們就把所有資料拿出來 那今天上午外交部 他們接受訪問的時候 講的內容 基本跟我講的也差不多 基本就是他也證實了我說的 只是他還是很生氣說 我都是抹黑造謠 但他講的內容就跟我講的是一樣 造謠這點是什麼 漢婷你要先補充啊 我這補充一下 當然就是如果這個合約 備忘錄是如此的話 那前面的那個比如說什麼 氣墊共生跟水處理機 應該也都是一模一樣的跑路 搞不好也都是給對方的私人機構 所以呢這個故事大概是這樣子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們衛福機關 我們衛福部自己去買醫療器材 相關的這些東西 其實立法院監督的比較嚴格 但是如果我們是跟外國合作 這所謂的外交事項 然後來採購台灣的東西 可能監管會比較放鬆 你看外交部動不動說 這是所謂的機密啊 我們跟那個拓展國際關係啊 你們要讓台灣走不出去嗎 所以捷克的這些人呢 要選舉為什麼呢 以前龐佩奧來他幹嘛呢 他都說你看 你要把這個所謂的勞動基金 退伏基金 投資給我們美國友好的公司 為什麼 因為要選舉 所以捷克的這些議員 要不要選舉 要選舉 要選舉他要不要幫自己的金主找路 要不要幫自己的金主找錢 要 錢從哪裡來 找台灣嘛 你看我們找台灣合作 他就來這邊挺台灣 所以呢 台灣政府把錢給我的金主的企業 讓未來我選舉 他能夠把錢給我 那然後呢 我就可以來到台灣幹嘛 來跟你說你看台灣好棒棒 對於民進黨來說呢 我花了錢之後 我花納稅人的錢 給了捷克的政客 捷克的政客 就可以回到台灣宣傳 民進黨做的好棒棒 然後民主好朋友 民主好棒棒 民主好朋友 我是台灣人 然後呢 民進黨還可以得到什麼呢 光得到這個還不夠 為什麼 因為一定有一定的比例 要採取台灣自己的廠商嘛 那台灣自己的廠商 如果也是民進黨的友好朋友 那當然他得到了錢 我也可以得到了錢 所以這什麼 就因為台電的這一套 撈錢數啊 大家已經都心知肚明了 可是外交部的撈錢數 跟國際合作的撈錢數 目前還沒有什麼人知道 小心他這個外交部 這個禮拜還會再進到 立法院備詢嗎 應該會吧 但就可我不確定 因為我們這個禮拜是在審法案 所以我不確定會來的人是誰 而且可能他的層級 不一定會到很高 可能會是次長級的 那我跟次長討論 這好像沒什麼意思 他可能也不太知道 然後就是他知道 他也是講得很無聊 對所以我才說 那一天跟吳釗燮的對話 比較像是我們最後一次520 之前能夠質詢的 所以我才會問他這麼多 那你對你的 附身量的看法是什麼 要不要點評一下 那主要是因為我覺得 那是最後一場了 那很有可能斷點就在這裡 不會啊 因為這些他的計畫是 2024、2025、2026都有嘛 那既然我已經知道這個情況了 也查到這個情況了 那接下來在整個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一定就會要求他們要提出更精準的說明 否則的話我是不可能讓這樣的預算頭過大 我要順便先唸一個這個網友的斗內 因為他希望巧欣剛好可以聽到 那我們等一下再進廣告 他說這是Murphy5的斗內 他說剛好巧欣在 本人有一個想法 建議國民黨的立委 能夠成立一個爆料或者揭壁的聯合辦公室 統一接受陳情及吹哨者的內幕 並由各個委員輪流對外召開記者會 這樣才不會把抹黑的炮火 好像都集中在某一個人身上去談 也讓其他有表現的機會 可以創造國民黨的委員遍地開花的印象 會的會的 那我也跟大家預告 禮拜一呢 我們在立法院也會開記者會 那我的邀請的對象呢 就是林涛跟葉遠之 因為也謝謝他們 也包含漢婷還有歷史哥 那莎莎主播前一段21天以來 民進黨對我家裡的事情 跟我毫無關係的事情窮追猛打 那大家在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像比如說 袁之或是林涛 他們在三立啊等等的 綠媒上面還是都很努力的幫我辯護 那也很辛苦 所以明天我們有一個 我覺得也很大 簡單粗暴的料 會開記者會報給大家 那第二小時呢 除了我們的歷史哥 持續陪我們以外 另外我們的齊聖哥也來了 來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何仙仙 跟我們的張梅華 都要抖給我們的左教授 說聲下午好多喝水 謝謝大家好 感謝我們的SK的抖內 他說立法院應該把 藐視國會法改成藐視人民法 宣傳民進黨真正的 其實是藐視人民 剛剛像個小時 大家還聽得不過癮 因為還有蠻多料 你看到這個小時的陣容 你就知道我們還要繼續來談 但歷史哥你要補充一下 你剛剛所說的報導 對對對因為 剛剛有答應聊天室的觀眾朋友 我有找到喔 這篇報導呢 是這個是後來人家轉述的 因為其實原報導 你已經很難找到 然後這個是在一個部落格裡面 應該是 這個就是網友們去寫的喔 那他是在2015年寫的這篇報導 叫做 吳釗燮毆打歐陽心離事件 然後呢這個報導裡面 你看到很有趣喔 他是在出處是 金周刊的第386期 更好玩的是撰文的是誰 是這個周一寇的好朋友 蔡玉珍 雖然現在兩個為了官司 已經不太好了 然後呢把它放大一點給大家好了 然後你看喔 他裡面很有趣 就是關於吳釗燮的事情 他首先喔 他這個是 過去是當時是官司殘身 他當時要三任的時候 那他就是跟著該中心的副研究員 叫歐陽心離 這是另外一個教授 兩個人呢 因為打架鬧得滿身 那到底是什麼事情呢 這事情當時還被 因為金周刊還去訪問 這個國外中心的研究員 然後人家就私底下就說 這個真的在學術界沒有人這樣 口語跟肢體在衝突的喔 那 所以當時吳釗燮要入閣的時候 其實也蠻多這個吵架 那這事情發生什麼時候 在民國88年10月 當時呢 吳釗燮已經做到了 政大國外中心的副主任喔 那他就跟了這個歐陽心離呢 這個 因為出勤的事情 雙方一言不合 就吳釗燮就直接把歐陽心離 推倒在地喔 那據我這個 就call in的觀眾朋友說 他這個詳細是怎樣 據說他還跨到了歐陽心離 要去揍人家啦 就歐陽心離在講的 然後呢 導致頭部胸部 致死呢 這個頭部受創 兩邊對不公堂很多年喔 那檢察官甚至呢 因為這個是公訴罪嘛 毆打人是這個 致傷害是公訴罪嘛 把吳釗燮給起訴了 當然吳釗燮就算 因為那個時候 國外中心裡面那個是沒有監視器的 所以只能根據事後的驗傷來說 他是雙手推歐陽心離的胸部 他沒有打人 當然這個官司 一審的時候是吳釗燮敗訴 就我剛才講的 他判30天拘役 那後來吳釗燮又上訴 兩邊纏送了很久 一直打到高院 最後是撤銷了判決 然後呢 改判無罪 那這個歐陽心也很不爽 他還有提出這個民事喔 那提出了這個醫藥費是800元 精神未助金是50萬 不過呢 那個時候 因為可能刑事沒有贏 所以民事就沒有贏喔 所以呢這個是 就是整個當時的一個這個狀況 那大家這個報道裡面 還有寫一下講到 就是有一次啊 當時呂秀仁是否要出訪印尼的時候呢 他直接對記者嗆聲說 如果有 我的頭砍下來給你們喔 然後 這個 當時還搞到一群記者 跑到總統府前面要人頭 為什麼 因為後來呢 呃呂秀仁還是去了 我意思是說 吳釗燮這個人的脾氣之壞啊 絕對 不是你只是在電視上看到他那樣 他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我都覺得他如果 回到他當年還在國冠中心那一部爆脾氣 其實他脾氣從來沒改過 他搞不好西裝脫下來就 跳出去 就直接跟你狗幹了 只是說啊 現在呢至少當個部長嘛 就是我們常講嘛 我不是說他畜生喔 但是我說畜生穿了衣服的裝扮 穿了人類的裝扮之後呢 也要學著做個人 但我不是說吳部長是畜生 絕對沒有這意思 我只是做個比喻 所以還是希望吳部長 雖然快要卸任了 又要高升又有新的職務嘛 那該交代清楚 該講清楚要說清楚 最後我補充一下 剛才這個捷克事件 我幫大家捋一捋這個邏輯 跟這個狀況 我看等一下兩位老師 搞不好可以再補充一些 這個部分 他這個裡面呢 我剛才又詳細再查了一下 這個捷克的什麼 這個醫療技術中心 還有他們的這些工作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商業導向的 包括你去看他的About Us 那他說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講說他們 就是觀察到這幾年來啊 這個我們的醫療的技術啊 器材有這個多元的導向 那他們就致力於呢 在採用捷克本土的產品 所以很明顯 他是一個商業聯盟 那怎麼會跟這個商業聯盟 去做所謂的援助工作 而且不透過官方 我猜啦 其實這幾年民進黨 幹了很多這種事情 那這種外交秘葬的這種做法 你看以前有答政案 他們其實很熟悉這個套路 簡單來講 他們就是在當地 找一個外交白手套 做什麼 就是做一部分 我來採購你的器材 我找一個大明目採購器材 那預算可以編得很高 尤其烏克蘭這個大帽子 編得很高 然後這裡面呢 相當一部分的錢 當然這我只是推論啊 他可能就作為服務費 那服務費 英文叫Committee 這更難叫Commission 對不對 那到底是不是Commission 到底拿多少 那採購的費用多少 因為一切不透明 我們完全不知道 但我們就提出一個很大的一個質疑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外交部第一時間非常的生氣 因為這個事情就宛如一個蓋子 對不對 如果你把這個蓋子給它打開之後 哇這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啊 什麼世界 就是這幾年到底民進黨 是怎麼去搞到這麼多歐洲各國的 國會議員跑來台灣海 Tim Taiwan愛台灣喔 各種愛台灣對不對 當然一度還鬧出一些笑話 比如說斯洛伐克的 捷克旁邊有個鄰國叫斯洛伐克 以前是兄弟國家嘛 跑來我們立法院這邊演打架 你看那數值很差的 國會議員是怎麼來的 那我當然不是說每個來的數值都很差啦 可是可以見的就是 當然美國一定是有在背後幫忙做一些布局 但是呢 它裡面有錢才能使鬼推磨 那錢是怎麼出去的 我認為這個案件裡面的模式 是相當值得參考的 那其實相同的模式 所謂把公家的預算 透過一個中轉機構 轉到地下轉到民間這種事情 其實你看國外 他是透過這種第三方機構來執行 而且通常非官方 因為這種事情如果透過官方 那就牽扯到外交 所以他們才可以做這麼靈活嘛 所以他們的 對於這些所謂西方國家裡面 所謂民主同盟裡面的這些 你有沒有發現來的幾乎清一色 幾乎不是國家的官員 都是議員 那跟這些議員所搭檔來的 很多都是這種第三方機構的人士 那這些第三方機構的人士 以前我們還想說 搞不好是非營利性的NGO什麼 至少看起來還有一個情形 結果沒想像這個案子 吳昭介會這麼生氣 他加這麼多報清金 顯然他是在恐嚇徐曉清 叫他別再走下去了 那結果一攤開是什麼 他號稱叫做institute 是機構 但英文裡面的機構是中性名詞 我們中文裡面講到機構 通常會覺得是 它可能是非營利的 或者是NGO 對公家機關 可是在英文裡面institute 它是各種東西都叫institute 就像他們什麼什麼都可以加事件 或者是activity之類的 就是他們這個英文的詞性 跟我們直翻過來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先決的印象 和事實上跟我們中文語經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他們很聰明巧妙的 就是這樣子去掩蓋 而且這個合約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貓咪是什麼 它採用的叫做兩個字叫備查 它不是送審 它是用備查的方式 所以才會在那一堆文件裡面 剛好被巧心給挑出來 這個啊 才是真正的大祕寶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查 那最後同樣的模式在國內的是什麼呢 就第三方機構嘛 高端啊 超市啊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高登環球啊 對不對 一大堆的這種第三方機構 透過第三方機構一個大的帽子 這個贏在言算帽叫做國家隊嘛 那錢是不是就噗嚨噗嚨噗嚨就不見了嘛 就下去了 這個民進黨這一套手法 不要說純熟啦 可以說是什麼 滾瓜爛熟 就是從國外副製造國內炒來又炒去 這幾年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 八年之後還有四年 還會繼續 所以我們眼睛一定要放亮 把問題給抓出來 左教授我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剛剛我們跟大家談到了 這個衛生科技院的主持人 在去年的3月一來 在12月馬上可以簽約 這個套路確實熟悉啦 而我們也想到之前的波音 就是在美國參議員來了之後 馬上就砸千億來買波音 這是同樣的戲嗎 我想其實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處境 是非常的艱困 那尤其烏克蘭的情況又比較特殊 如果政府通過一些比較特殊的渠道 去援助烏克蘭 我覺得在公開透明 在有效監督的情況下 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問題就是在於說 從疫情以來 大家看到就是政府在處理 很多的這種採購也好 或者是公司部門合作的案例裡頭 有太多的事情是不透明不公開 後來也發生了很多的問題 讓人起人一鬥 包括你的這個廠商的資質條件 是不是符合包括你後來 是不是能夠達到你發揮的功效 那麼所以這些事情 才會讓大家開始去懷疑說 民進黨政府尤其是在即將卸任的 蔡政府任內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這些事情 通過一個所謂第三方 而沒有不是真的是能夠達成 它預算的目標 而反而是去做了預算以外的事情 預算目標以外的事情 我想這個是外交部應該要坦承 來面對立委的質疑 我覺得不管曉欣今天他質疑的這個 結果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什麼大問題 但我認為外交部這個態度 不應該是去抹黑跟攻擊 而是應該把證據攤開來 可以去檢討可以去向人民示疑 向人民說明清楚 到底外交部是怎麼做的 那我覺得真的有涉及到機密的 也可以通過一個機密會議 向這個立法委員來做進行說明 我覺得這些都是外交部應該做的 而不是連夜發臉書來罵人 我覺得這個其實真的是 對於民眾 重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是毫無幫助的 就像剛才這個莎莎主播提到的 就是說 那麼過去那個播音的事件 也是一樣就是對這個 美國的參議員來台灣 後來就提到了就是 後來我們就採購了播音 因為當時就有報導說 他是不是來向我們遊說 要購買播音這個飛機 那當時其實那個案子 其實我也關注過 就是說當時其實這個來遊說 要採購播音的這兩位參議員 其實後來也是所謂 台灣政策法的主要的 一個起草的議員 那麼這中間當然就讓大家會懷疑說 你這個台灣政策法 是不是我們這個採購的播音 跟這個台灣政策法中間 是不是有一個不尋常的關係 那如果真的我們採購 結果讓我們國家得到了 空前的安全保障 那我們覺得說那這些 而且採購的飛機也都沒問題 這樣當然也都可以 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可是後來台灣政策法 卻胎死腹中 給人感覺就是 他只是做出一個立法的動作 那這樣子當然就會讓大家覺得 這中間其實會讓大家覺得 對政府會更加的不信任 大家我覺得民眾可以 我覺得政府外交部的官員們 其實可以去問一下一般的民眾 現在民眾到底信不信任民進黨政府 在所謂政府採購這個部分 其實多數民眾是不信任的 這個都是從疫情以來 開始衍生出來這些種種的事情 有捷克的國會議員 有捷克的這個政府官員來支持我們 當然大家當然很歡迎 但是中間如果出現了一些 不是你這個預算目標的事情 甚至像小新所講的 如果你是支持特定的黨派 而引發另外一個黨派的攻擊 那使我們的這個外交呢 過度的壓住在少數的人士上 那更不要說這個衍生的 這些貪污的問題 如果有這些事情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得不償失 現在情況是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可以注意的 一個幾個面向的問題 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援助烏克蘭的這個 各國的這些善款 其實也出在烏克蘭本身 就出現了一些貪污的這些疑雲 烏克蘭本身也在調查這個事情 就是說最近爆發的一個案子 就是說它發現到說 烏克蘭政府自己調查說 他們去簽了這個 政府去簽了一些 或者政府去簽了一些 這個武器採購條約 武器採購的這個合約 結果最後呢 錢撥出去了 但是武器沒有採購回來 所以烏克蘭本身 其實它在過去 在申請進入歐盟的時候 其實歐盟也是要求烏克蘭 要針對它的這種 所謂的法治 針對它所謂清廉 這些部分是要加強的 所以本身烏克蘭在這方面 其實它是有一些 讓人擔心的地方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 就是我觀察到 其實在我們的外交部網站上 有一些關於烏克蘭 援助烏克蘭的一些報導 那有一些關於 援助烏克蘭的計畫裡頭 我注意到說 其實我們政府跟烏克蘭 也有簽署備忘錄 對 那好 既然我們政府跟烏克蘭 有簽署備忘錄 為什麼一定要經由第三國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政府 必須要講清楚的一個部分了 因為如果說我們跟政府 烏克蘭完全沒有辦法接觸 那好 你通過第三國 大家可以理解 但如果你這個政府 是可以接觸烏克蘭 那政府應該要說明說 為什麼要通過這個第三國 來簽署 來這個推動跟 推動對烏克蘭的這個援助 我認為還有另外一些問題 是值得我們去觀察的 什麼呢 我所看到政府 所提供的資料裡頭 政府沒有跟捷克簽署MOU 政府有跟捷克合作 但是沒有簽署MOU 當然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資料 還需要再進一步的去核對 因為畢竟我的資料 我很快的是從外交部的這個網站上 裡頭有一個叫做 Stand with 台灣Stand with Ukraine 裡頭有列出我們政府的一些新聞發布 裡頭有談到我們有跟波蘭 有簽署MOU 我們有跟其他一些國家 也有一些合作方案 包括跟捷克 但是在這個簽署MOU的這個部分 我沒有看到捷克有特別一個單獨的MOU 所以說這個部分 當然也許是我目前沒有查到 我會再進一步的核對之後 再跟大家報告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政府沒有簽署MOU 卻有這樣子的合作的這個方案跟執行 到底它的基礎是什麼 它有沒有一個官方合作的一個保證 我覺得這個才是另外一個 大家需要去仔細觀察 跟仔細關切的一個部分 我們的外交部對於原屋 非常的認真 但對於我們自己的國人 卻是相當的冷淡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甜點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可以用來做一個 小股票 可以用來做一個 提示 除非可以用來做個手 這製作的一種 我都不夠 你用來做一個 其實有一個 我都不夠 你用來做一個 谢谢大家